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聽到很多說 那個公庫銀行的董事長 每個人都要貪多少錢 要去募多少錢 那我算一算是 浮股銀行這幾十億 你今天在那個南部有特別講到 公庫銀行好像有特別 都有一些扣打來幫忙募金付費 那被指說是幫總統蔡英文 然後綠營有要求您要提出證據 要道歉 沒有啦不要老是 玻璃心一大堆 這一些談話不是玻璃心的問題 是牽涉到每一個人的連結 跟每一個人的形象名聲的問題 市長選舉的時候那個有沒有 那種募反經費大家要去 其實他們都聽錯 我說那貪錢的貪是分貪的貪 聽到貪物的貪 我看他叫玻璃心實在是 市長講話確實要比較謹慎一些 而且必須要有證據 選舉到了你知道 主要的這種大的樁腳 要去負責那個募反的扣打 這本來行之有年 又不是現在才有的 謝謝 市長會不會覺得摳了結 但是 這個事情要我回答嗎 你希望他來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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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看 這個可以嗎 要邊邊一點 好 兩邊可以 很好奇 你跟郭董什麼時候會確定 要不要合作 然後有沒有期限 就是最晚什麼時候要公佈 這個一定是 既然大家都這麼關心 也許應該 找個時間 有關的人員都全部坐下一起談一談吧 現在有傳出就是八月中旬 所以這個禮拜有可能 八月中旬就現在的 對啊 所以有可能會 就是在這個禮拜或者是 排除月底的時候 不過老實講喔 三個都是大忙人 你知道齁 也許給三方的幕僚去安排個時間 這個要有時間地點 要談什麼大家先想一下 有時候會就是可以就是說 公開的方式 讓大家來排一下三個人會面嗎 那這個 有一個見證嗎 我是這樣啦 一般來講這種東西是這樣 除非 這個就是 不是我們單方面決定的嘛 就看誰要當 當主人嘛 有主人來 安排時間地點 我想這樣啦 這種東西也不要一個人來宣布 應該還是 還是看 不過我想是這樣啦 也許三個人一起坐下來 大家談一談齁 對整個局勢交換一下意見 應該也是應該的 所以 好吧 那我們就去排一下時間吧 現在好像說 就等王院長這邊 因為他感覺上 就是現在是還比較 沒有確定一點的 世間什麼事情都是討論 是這樣啦 常常 什麼事情都是大家討論 我想這樣啦 還是一句話 如果是 大家能夠享受台灣的整體利益 人民最大福祉 那其實很多事情總是 有共同的目標來討論 都比較容易有結論 現在綠營就認為說 如果三個人結盟的話 只有對你比較有利 對波跟瓦不見的 所以就是他們研判 就是三個人結盟的機率是很低的 我今天早上有看了一下這個新聞 一些不知道哪裡 我想是這樣啦 其實他們 其實大家都忘記一件事情 就是說 有時候對一些事業有成的人 或是說在政壇打滾很久的人 或是像我們這種看透生死的人 跟一般人的想法會不一樣在哪裡 一般在政治上都要算計說 他要搶一個職位啦 要幹什麼 可是他們常常忘記就是說 有時候人生到一種境界以後 他們想的真的就是說 不再是個人啦 而是說整個台灣的整體跟長期的利益 還有人民的最大福祉 所以以前我講過一句話 就是說 壞人喔 常常不了解好人為什麼要做好事 所以他們總是想說 喔這些人一定在全力分配啦 在資源的這種分配 他們不會想到說 人家是有不同的思維 所以這有時候很難跟他們溝通 所以你覺得現在郭跟王的話 他們就是覺得就是 就是因為現在有人會覺得說 他們會顧全藍瑜的大直 所以你覺得他們這個 在他們的思考裡面會是其次 沒有啦 所以那一句話嘛 你今天 所以是這樣嘛 你思考的是個人的利益 派系的利益 政黨的利益 還是台灣的整體利益 這邏輯完全不一樣 所以如果每個人在想說 我這個我一定要自己來幹 那這個就 這個就 這個就 這個就沒什麼好講的嘛 所以所以 我倒認為是這樣啦 總是 讓台灣有一個向上 向上提升的機會啦 我覺得政治不應當 不應當如同他們那些 那些人在想的 我們都一定是大家 坐下來在分配職務 什麼 我們要讓 讓這個台灣的歷史 有一次說 大家想的是 台灣的整體利益 人民的最大福祉 所以在一開始 我講說這才是 真正的中心思想嘛 所以 中心思想 不是說 哇 統獨啦 或是什麼 什麼 就是那種 常常講的老半天 你講的跟你做的 也沒有湊起來 好啦 市長現在有綠營提出 說要跟你結盟來推 區域的立委 他們覺得應該就是 每一區共會一個人 這樣用台灣派來對抗中國派 民進黨的還是 你還話說要合作 我不曉得他什麼叫合作 他意思說 他們每一區 我們都要派人出來 讓共襄盛舉 我不曉得他合作是什麼意思 所以他們現在又說 他們是希望跟你共同一個人 然後用台灣派對抗中國派 沒有啦 我跟你講 沒有錯亂嗎 沒有啦 我跟你講 還是一樣嘛 又是那種思維 常常在想什麼 其實還是這樣 我覺得還是 怎麼做 讓人民生活好一點 怎麼做是台灣的長治決斷 這才是邏輯 每天都在 我愛說 這個五年前 如果這樣講 我們來想想看 如果台北市長都幹了四年半 你知道 人家說 不要聽他講 要看他做的 就是這樣 好 你們的題目 因為蔡英文來高雄 牙師公會有例子 你覺得你在一屆支持路跟蔡英文 比起來是 沒有啦 是這樣啦 當然要辦肇事活動 其實我非常清楚 要辦肇事活動 就要召集 要錢 要裝飾 我們是 我們相對來講 我們不是那種 用這種 組織啦 裝飾啦 裝飾啦 造飾啦 我覺得是 這也是 其實從2014到 一直到2018 一直到現在 我常常說 我們就是比較一種 比較快樂的方式 而不是我們大家這樣 齁 這樣 趙集起來 然後發動算 噴機子 發旗子 這樣 順便再吃一餐 我覺得是這樣啦 坦白講 我每次說 你那個造勢花了多少錢 錢從哪裡來 所以我不希望說這種 聽到很多說 那個公庫銀行的董事長 每個人都要貪多少錢 要去募多少錢 然後 算一算 這幾十億 這不好嘛 所以還是一樣 我還是一樣 其實這種選舉費用 太高 是台灣政治敗壞的開始 這才是我的信念 好 市長 你會 你會 你會考慮就是 在台南這邊 推區立委嗎 因為現在 洪秀柱他也要到台南來選 大家都覺得就是說 他這個其實是一個 還蠻有勇氣的權力 因為台南是綠林的大票產 沒有啦 參選是 人民的政治權利嘛 所以 我覺得任何人要去哪個地方選 這個都 很正常啦 我們也不能說 有什麼樣的批評 我覺得這還蠻正常的 那你今天到台南來 因為你上次也有來 然後受到民眾很熱烈的歡迎 然後這次來 然後又連續跑時間公廟 大家也覺得就是說 你是來搶綠票 沒有啦 哪有什麼叫綠的票 藍的票 應該說我們還是 沒有啦 我們還是一樣齁 出來是第一 鄭廣建倫 第二交朋友 第三 我們也是來學習 你看看 每個地方都有優點缺點 然後 我發現 全省看一看 對台北市政的推動 很有啟發性 市長 有說自稱課本說 希望你多關注 處理那個台北市政 那少利用假日到南部到各地把它照 其實是這樣啦 其實我們 其實我還是這樣啦 我們大部分的利器 還是在台北市政 很簡單 算就知道 其實我只要看一樣東西 你看我們每個禮拜在發布 市長是列管事項 就知道說 其實我發現我們整個市政 是完全沒有受影響 這個還是 還是可以跟大家保證 所以我在講 我們還是以台北市政為主 因為在那個職務上 很多人抵制那個手搖店 他們承認一國兩制 市長有什麼關係 這個還是這樣啦 政治 這個就一個政治壓迫經濟的例子 所以 坦白講 有一個概念 其實無名的國家 人民有表態的自由 但是更重要 人民有不表態的自由 所以如果是 這一種 連不表態的自由都沒有 這表示他 這不是一個無名國家應有的現象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 還是那句話 我已經講過很多遍了 中國大陸經濟的成長 我們要表示佩服 但是齁 政治的發展跟經濟的發展 不可能永遠 維持那麼大的落差 這是不可能 一定遲早還會出事的 所以 所以每次講說台灣三十年來的民主的發展 我覺得可以給大陸很多的啟發 好 我來 好 好 謝謝 蘇財問 我給你問一下 你剛才在台上 最後問 official ense 候市長 跟你們講話 提到的事情 他是 他是覺得有些事情 需要再進一步溝通 我也跟他講 如果真的有這個必要的話 我們再找個時間來溝通一下 基本上 也是像我所在意的交通建設 我們中央政府都有在籌劃或評估 畢竟這是整個都會區域交通考量 這個區域裡面的市民 包括臺北 新北 甚至到桃園 人數非常眾多 交通的需求也比較大 所以我們都會持續地來關注 也希望能夠持續地改善交通的便利性 對 非常厲害 對香港的情勢 現在看起來是有些人 或是很多人都很擔心 一方面是說擔心香港的狀況 一方面也擔心臺灣會變成第二位是三港 那是會否有把握 他們一定會變成三港 我覺得臺灣人要對自己的民主 要有信心之餘 我們也要更堅定地來共同守護 我們的主權 因為有了主權以後 我們對我們自己的 所選擇的民主自由生活的方式 才能夠確保 那在這個之餘呢 我們當然也非常的希望 就是說香港的當局 應該要回應人民對民主自由的一個期待 讓這個香港的社會可以回歸穩定 好 市長 問一下 他今天在南部的時候 有想到 然後民主說 公主以為董事餐 要來忙碌水 對 然後就我們今晚有回擊 叫他再拿出證據 他說他今天也是在口說 大家都不理怎麼聽錯 然後還講個貪 是不貪的 你覺得他是在聽到嗎 我是覺得 柯市長可能要更謹慎一些 這些談話不是玻璃心的問題 是牽涉到每一個人的連結 跟每一個人的形象名聲的問題 這個講話確實要比較謹慎一些 而且必須要有證據 我們前市出位 是長途被擋機的指揮員嗎 昨天到永連市去 跟很多民眾的互動 那我們也很感謝永連市的管理單位 給我們接待 讓我們跟群眾有一個互動的機會 那當然就是昨天 陳鋒昌主委也說了一些話 那他最後也跟我說 這是他的感受 那我們也希望他說的話 國民黨可以深思一下吧 董事長 另外一個是給你請教一下 因為昨天在有一次的同時 這個前陳鋒昌主委員長 去找同學生間分後 那大家就說 他們好像開始 蘭院長現在有跟劉派的這集結會面 那大家好奇問說 是不是所謂的太太太已經開始啟動了 或是說你跟蘭院長是不是有會面 你會透過上面的一些民進的見證 我想幾個原則 大家應該可以比較清楚的認知 第一個 我跟賴院長之間的聯絡沒有問題 不論有沒有正式的見面 我們的溝通是跟聯絡沒有問題 第二個 民進黨會團結的 這個我們所有的黨員也好 我們所有的領導階層的人也好 我們大家都深刻的體驗到 團結是非常重要 所以民進黨會團結的 我們好 聽說今天那個金門寧將 跟那個洪湖山的離島的現場 然後這個北京奪臺辦是 希望這奪臺辦可以開放 這個離島的入客到離島自由行 你看看 就說之前大家會進行旅客來來玩 可是今天這個三個離島的現場 好去北京跟國台辦要求說 可以放放跟陸客來離島的自由行 這個中國方面限制這個 陸客的自由行這件事 我們已經先前都表達立場了 這個自由行其實對很多的 中國來的旅客來講 尤其是年輕來講 其實是一個認識台灣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也可以來體驗台灣的風土人情 那中國如果為了種種的原因 把它取消掉 確實是令人遺憾 那對中國也是一個損失 因為他們的人民 或者是年輕人沒有辦法到台灣來 來親身體驗台灣的風土人情 那對兩岸的交流 我相信不是一件好事 三個離島縣市長跑到北京國台辦 要求這個開放離島這個自由行 這個三個東北京門嗎 這三個縣市長的動作 恰不恰當 我覺得因為這個是屬於中央事務 那我們會請路爾會去了解他們去之前有沒有報備 那事後有沒有報告 謝謝 謝謝 我再另外問一下那個港警 是昨天有那個暴力升級的一個狀況 就包括在密集空間地點和夜色之類的彈 是那個武器示威者 他的那個附近被射穿過 回頭跟市民的武器 那請下到香港的一部的人員也說 就是這其實等於是重演了 這個事件的強暴 那要發起無限期的法公 想請問一下總統 看這個等級的暴力 就是香港勢戰的趨勢 我覺得追根究底 還是香港的當局 必須要嚴肅地面對人民的訴求 讓人民所期待的民主跟自由 可以在香港能夠被確實實現跟實行 那這樣子香港的社會 才會回歸平靜 那我們也希望 這個香港方面 尤其是警方 在過程當中 應該要有所節制 畢竟人民是訴求 有一個更民主的社會 請問一下 就是那個基本工資的問題 有現在那個勞工的部分 希望提出掌募他 但是新聞學者的部分 舉出3% 但是資方的部分說 這樣的話 他沒有辦法應應 目前有沒有審議過的信息 這個我們會尊重審議小組的決定 那我們也期待審議小組的決定 可以到在勞工的權益 社會的公平 跟我們經濟的發展之間 取得一個好的平衡 謝謝 謝謝 蔡副市長 會不會覺得柯仁傑是 這個事情要我回答嗎 你希望他來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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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我們先問相關的 就是今天要把這個老人福利再擴大 是不是也是要圈老人粉 唉 我跟你講沒有什麼叫 我跟你講 為了這個 我怕人家發疫 他本來說要不要10月開始 我說不要不要 還是照年度預算 我們那個老人的健保補助 不過本來是大於65歲 有一陣子我們退到70歲 現在又再降回65歲 因為在過去幾年 我們台北市的大於65歲 讓人口增加太多了 所以本來那個錢 你知道不夠用 本來只有15億 現在如果要到2019年 台北這個長者人數最高那一年 我們大概健保補助要31億 比現在多快兩倍 所以財米油鹽降注查 就是說 因為我們最近在籌別明年的預算 就發現哇 這老人人口越來越多 這個老人的社會福利花掉錢很多 所以要怎麼有效的使用 當然是有優先順序 所以我們大概健保補助 明年大概多6億多 所以根本 哪有什麼錢 所以老實講 這還是錢 所以經濟不好 我什麼都不用講 郭柯榮有特別提到 郭正寅那邊有做出善意回應 說不排除跟各界來探討 那郭柯榮目前見面的狀況會進行 我也不曉得 這個大概給幕僚去排時間 坐下來談一談也好啦 這個大家 就乾脆有關的人 大家坐下來直接交換意見 看看大家想法怎樣 有沒有希望什麼時候可以見 有沒有希望什麼時候可以見 那到時候是不是以公開的方式 以避免讓人家覺得說好像是密系協商 不曉得這個問一下他們 這個就他們要去安排 我是沒什麼意見 你希望談什麼內容 方向的話 我是沒有預設什麼立場 常常是談談看 對台灣整個長期走向 大家有什麼想 憂心歸憂心 環繞完以後總是要想想看說 下一步要怎麼辦 所以是比較前向公司的方式 不過老實講 很多話 也不用全部 我是沒什麼意見 不過是這樣 那個 老實講 我們三個還真的 還沒有同時見過我們面 請問他2020的合作嗎 蛤 勸郭台銘出來 可以談談看 可以談談看 所以你會扮演就是一個 就是力勸郭董出來 對中華民國而戰嗎 不要說什麼力勸 大家可以交換一下意見 對這個局面到底要怎麼解決 盧嘉誠說希望你不要坦誠相見 你可以坦誠相見嗎 什麼 盧嘉誠說你可以坦誠相見嗎 誰 盧嘉誠他說你不要充滿太多的算計 盧嘉誠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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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嘉誠 我跟妳講 其實每個人都把克文哲想的 好像這個 我算計很多 有時候我看到Coin節目都覺得很有趣 其實事實的真相 我是完全沒有招式 市長 幕僚的會前會已經進行 幕僚的會前會已經進行 你們要抽個話碼牌 新郭台銘跟王金庭會留在國民黨內 會留在國民黨內 他們也沒有說他們要退出 你這樣談得下去嗎 沒有啦 這個是這樣啦 要不要退出跟要不要選這也是兩回事 所以你覺得他們如果要選的話就是不一定主動說他們要退出國民黨 這也不用吧 我覺得是這樣啦 我倒覺得這樣啦 談一談再講嘛 我是沒預設什麼立場 所以你覺得他們兩個會被動退出國民黨 被動退出 現在太多那種什麼被動參選 你昨天在那個南部有特別講到公股銀行好像有特別 都有一些扣打來幫忙募金費 那被指說是幫總統蔡英文 然後綠營有要求您要提出證據或者要道歉 沒有啦 不要老是玻璃心一大堆 事實上選舉的時候那個有沒有 那種募款經費大家要去 其實他們聽錯 我說那貪錢的貪是分貪的貪 聽到貪物的貪 玻璃心實在是 選舉到了 你知道 主要的這種大的樁腳要去負責那個募款的扣打 這本來行之有年又不是現在才有的 所以你覺得總統現在有聽到心碎的聲音嗎 沒有啦 現在講這個都沒有用 老實講這個執政要搖緊牙關 直其道而行坦白講 我自己做過以後才知道說 這實在是要很大的意識力 市長那個陸客禁令啊 懲罰小英 但現在好像影響到你跟韓國瑜 沒有啦 台北是影響比較大 因為我們自由行的比例比較高 像一般團客他到 其實團客都是到外縣市 不過我看團客很快也會限縮 所以問題是 我想這個就是齁 老實講我們看到那個只能探記 因為這老實講你關係不好 那就禁止來 那我們就禁止來 當然那一些旅遊業者 其實我們現在我們政府內正在展開那個 展開那個自救計畫 到底這個少掉這麼多自由行 這個都可以算了嘛 我們大概估計 那個自由行 比方說一天一天進台灣多少人 然後現在降到多少人 然後台北市分攤到多少 這很快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現在這個錢少了多少 啊這少了多少 下一個題目就天啊 這從來補回來 就開始想了 所以不過是這樣啦 這種大陸方面這種片面 單方面決定的行為 是這樣啦 他要是說半年後實施 我們還有時間準備 突然 沒有幾天我們這種偷X 這個要經濟偷襲戰 哇這個實在是 不過這樣啦 這個也只是讓台灣人民更不爽嘛 更不爽 所以已經 現在我覺得兩岸關係 已經開始進入惡性循環了 那你說怎麼辦 好問題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市長11點有個萬大的記者會喔 但是呢北市府這邊你沒有出席 但是小英跟侯友宜都已經出來了 你考的兩點是什麼 為什麼不出席 反正是派鄧佳基 我不曉得 根本 萬大縣 等一下萬大縣有一個記者會 萬大縣還在 我們年底要開通的是 是中環縣啊 跟萬大縣 萬大縣還在蓋啊 為什麼現在去看萬大縣 等一下有一個記者 那就是北市府這邊是派副市長出席 那你沒有去的原因是 不想跟蔡總統同台嗎 還是你覺得 去了淪為就是幫他們做他們的 萬大縣是台北市政府在執行 我不曉得萬大縣現在沒有理由去特別去看 因為才蓋到都還在 工程還在跑 真的會 今年年底會通車的是中環縣 所以你覺得現在沒有必要用這個記者 這個記者會是淪為幫林佳龍做成績嗎 因為今天綠營包括連林佳龍都去了 我不曉得 我要看資料 我這個根本 我跟你講 我連知道都不知道 你提出王國會之後 外界很關注你的第三勢力 你覺得第三勢力在2020的時候 會影響藍比較多 還是影響力比較多 沒有人知道 沒有這個就是 不要 這是這樣 其實這也是兩個黨的總統候選人 到現在為止要解決問題 就是說 不是計算說怎麼選勝率比較高 你要講就是說 如果你來做台灣會好一點 你說什麼叫台灣好一點 這兩個原則 台灣的整體利益 還有人民最大福祉 我發現不管國民黨或民進黨 一直到現在為止 每天都在算說 怎麼做 或怎麼操作 這個總統大選的獲勝率會比較高 問題是你們 你們贏了對台灣有好處嗎 這才是問題 你要講說 你們繼續執政 台灣更好 講得出來 這才是 這才是重點 每天都在想說 怎麼做選舉會贏 好假的你選贏了 我們過苦日子有什麼必用 所以郭涵蔡三人 郭台銘才是你心目中最好的人 這都可以討論 不然老實講 如果以選舉的策略考量 柯文哲選勝率最高 但是我從來沒有這樣想 我想說怎麼做 台灣會最好 你的本專 你的本專 一個星期掉了2萬個人 你會不會擔心就是 你越罵掉越多 沒有啦 差不多差不多 其實主黨那件事情還是有影響 有人就是因為你白色力量 無黨派 所以因為這個理由支持你 不過這樣 我們也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在政治上的實際考量 通貌民國憲法就是這樣 你不分區立委 你沒有政黨 你要怎麼進去 還是沒辦法 所以有時候 在既有的架構上去做 所以應該是在現實的基礎上 做 堅持最大理想 只能做到這樣 有時候會損失一些 那也沒辦法 有啊 那你有幕僚 幕僚會前會 做些調好了嗎 幕僚會前會 幕僚會前會 談好了嗎 那你張幕僚有會前會嗎 啊